台北市民上台北Tone App登記樂運動資格 就可以抽限量2萬份的1500UB 可以拿來折地12區運動中心的運動消費 活動從7號開始 由市長蔣萬安宣告 整個台北都是我的運動場活動起跑 期待已久的U-Sport 台北樂運動正式要在9月30號上路 今年我們只是半年 所以我們特別選定今天開始 來跟大家正式宣布以外 下午我們就會2點鐘開放 讓大家來申請登記 那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一次 為什麼叫做U-Sport 大家一定很好奇為什麼會有一個U 這代表四個意義 第一 U代表的Unlimited 無限 也就是象徵的我們不斷的運動 深深不息創造無限的可能 Unlimited 第二 代表U就是你 每一個特別的你 也就是我們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能夠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當每一個人都很健康 就是健康的群體 就形成健康的城市 我們打造一個活力健康幸福城市 第三個U代表的是微笑 也就是希望台北不愛樂運動 第四 U代表的是一個曲線 幸福的上升曲線 也就是結合我們這一次活動 動越多 賺越多 大家的健康不斷的提升 幸福 時數 攀高 所以四個意義我們叫做U-Sport 那今天我們正式宣布U-Sport 台北樂運動 也是去年我向所有市民朋友 承諾的運動證件能夠正式的落實 希望能夠讓大家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因為我們經過統計過去五年 台北市規律運動的人口比例 大概都在37%左右 那已經維持了好一段時間 要再突破往上 有一點點困難遇到的瓶頸 所以我們希望結合現有 既有的基礎 包括每一個區有運動中心 深受市民朋友的喜愛 也有很多的課程 更新很多的設施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讓更多的朋友 使用運動中心或是運動 而且是規律運動 所以我們想出了U-Sport 也就是我們希望 從現在的37% 能夠逐步提升到40% 這是我們的目標 另外我們細部的分析發現 23歲到64歲的朋友 他們規律運動的比例 是相對比較低 也就是23歲以下年輕朋友 他規律運動的比例 大概都有超過30% 65歲以上的長者 規律運動的比例 也都有大概到40% 那反而23歲到64 可能忙於科研或工作 或是家庭 他們規律運動的比例 好像不到30% 所以這是我們今年事辦 重點要來針對的對象 好 那我們實際U-Sport 台北樂運動 我們怎麼進行 大概基本上分兩個方案 第一個 1500U免費動 我們就要1500U免費動 另外叫做5UB 5U我叫做加碼壽 有押韻加碼壽 1500免費力動 5UB加碼壽 也就是讓所有市民朋友 有1500U免費 然後透過台北通 大家就可以免費到 我們的12個運動中心 每一次使用 包括游泳池 體適能 健身房 或者是專案的體驗課程 直接1500U免費 舉例來講 游泳池可能110U免費 體適能健身房 大概是50UB 那如果是 大概一段期間的 體適能客人 可能就是1500U免費 大概維持三個月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非常的方便 即時 而且線上完成 另外 5UB加碼壽 也就是市民朋友 當你每一次到運動中心 使用這些設施去運動 我們就讓你累積點數 每一次 累積5個UB 然後如果三個月 能夠使用12次 就有60個UB 同時三個月內 如果去12次 我們加碼 再給你60UB 總共你可以拿到120UB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UB 再去運動中心 去運動體驗課程 另外 我們也有抽獎活動 總獎金30萬元 我們會送運動手錶 運動手環 還有switch的運動環 還有自行車 等等獎品非常豐富 總歸來講 我們就是希望 來讓所有市民朋友 養成規律運動 使用我們非常優質的運動中心 同時 當大家在這個過程 也歡迎給我們一些反饋 給我們一些建議 讓我們把這樣的方案 把我們運動中心 軟體的建制 能夠做得越來越好 再次的感謝體育局 資訊局 各局處大家共同的配合 那我想今天首長都在 我們首長要以身作證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我知道視頻局長有 才跑完馬拉松 我希望視頻朋友 也能好好享受 U-Sport 台北樂運動 體育局為了擴大活動參與度 今年事辦三個月內期間 完成12次運動的市民 即可額外獲得60UB運動點數 同時參加抽獎總獎金 30萬元的豪利 鼓勵市民趕快加入集點行列 記者汶君 台北報導 下集團 展示範 容 коман Mitglied 这些我们最上的政策在